最近中国女排溃败输给意大利女排之后 一方面很多球迷批评蔡斌 另外一方面还有球迷跑到郎平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底下喊话 希望郎平能够回归中国女排 驰援中国女排 帮助中国女排带队征战巴黎奥运会 一时之间传言四起 有些球迷还以为郎平可能要空降回归中国女排 到底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其实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回看一下之前郎平离开中国女排之后 到底说了什么 以及李盈盈这些主力 又是怎么样看待主教练蔡斌的 首先在之前东京奥运会惨败小组出局之后 郎平直接提出卸任的要求 离开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 在当时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郎平确实是依依不舍的 有些难过甚至有哽咽 但最后郎平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认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这个位置是需要传承的 一代接力一代 将来中国女排才能继续辉煌下去 与此同时 郎平也认为 业内有非常多优秀的年轻教练 他自然不希望自己一直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这样一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其他年轻教练的成长空间 也有可能会让自己背负骂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郎平才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点 离开主帅的位置 离开自己最心爱的中国女排 从这一点来看 郎平的格局无疑是非常大的 他很清楚这个位置对于其他年轻主教练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即便是自己深爱着中国女排 郎平还是非常懂得审时多事 从郎平之前这一番心里话可以看得出来 后续他再度回归中国女排的可能性并不大 即便是回归中国女排 可能也只是担任技术顾问什么的 基本上不会再接替蔡斌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所以对于很多期待郎平回归的球迷而言 估计要降低心理期待才行 另外一方面 在最近惨败输给意大利女排之后 主攻手李盈盈在采访中点名提到蔡斌的表现 认为他的临场指挥并没有太多的问题 没有过多指责主教练 从这一点来看 目前李盈盈还是比较认可中国女排这位主教练 对于蔡斌来说 应该彻底看懂了目前的形势 她应该暂时不会下课 也不会被郎平回来取代 不过对于蔡斌来说 目前她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因为中国女排到现在都没有确定拿到奥运门票 而蔡斌本人的口碑跟形象已经掉落低谷 在球迷的眼中 基本上就是负面形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蔡斌不能在香港站的比赛取得佳绩 早一点拿到奥运门票 她的帅位还是比较危险的 即便不是被郎平取代 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取代 所以蔡斌想要保住自己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 必须要在第三周香港站的比赛去争一口气 帮助中国女排绝地反击